字幕作曲 李宗盛 Bass 李宗盛 砌砌是否很悶眼 其實都不是很悶眼 像砌漬木 一個個砌砌上去 如果砌尾觀 我們也會有成就感 那有什麼砌法呢 砌法其實有順磚式的砌法 鷹式的砌法 荷蘭式的砌法 法式的砌法 或者美式的砌法都有 砌一幅磚牆的難度在哪裡呢 怎樣看到為止一幅好的磚牆呢 看它的表面 表面那個平正度 平靚正要它 陰國明國要垂直 坐張和紙口要雲塵 這樣為止是一個好的磚牆 現在就有很多的儀器 平水而平水赤 那其實以前用什麼的儀器呢 以前就是會用一些平水喉 用一些膠喉入水下去 這樣就可以量度到那個水平 如果垂直的 我們會用一個叫線稱 量度垂直泥 那不少得鷹泥沙 不如你說一說吧 古時會用一些石灰混沙 再加適量的水 混沙灰來砌砌 但近代18世紀 就發明了水泥 一份水泥三份河沙 混合再加適量的水 就可以砌砌砌 現在更會出一些代裝乾料 更加方便快捷 混沙了水之後 就已經可以用了 多得科技進步 有準成的儀器輔助 以及質素穩定的水泥物料 令到砌砌砌更加容易和方便 而且因為時代轉變 成重的外牆 現在多數都是由三合圖 預先做好 至於砌牆 多數用來做間隔牆 所以在砌的種類上 就多了選擇了 不像以前一樣 只有青磚和紅磚 還有砂磚 輕磚和石膏磚等等 不過就算材料不錯 都要靠施工者的手藝 才是最重要的 挑選磚牆使用的磚塊 要完整和平整 砌好所需磚塊 就可以跟著灰塗起辦 然後當然要準備好附属的模具 磚牆明暗角要垂直 尊縫要有9-10mm厚厚 座箱要適平水 尊縫尊縫要隔層相對 尊縫要飽滿 大幅的牆要拉線砌直尊面 細幅的牆要用木額尺航直尊面 用水平尺檢查地台夠不夠平 之後用墨線做出指示 鷹泥和沙的份量是1比3 用番鏟來回乾拌兩次 然後加入適當的水份 再濕拌就可以了 記得鷹泥沙漿開了一個小時之後 就不用得 所以開多了就是浪費物料的了 現在是一個小時 在浪費大幅的培覆 裡面的水平尺 在浪費中 再濕泥沙漫的水平尺 加水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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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砌磚時,地台上磚長的位置就要佔平順底沙和就直磚爐 批上櫻泥沙漿時,磚縫要填滿約10mm厚 和套入大約10mm深的櫻泥沙漿 座漿用磚刀和木推尺推平沙漿 長角用先稱量度水直 不時用水平尺量度磚塊的瓶水 不同形狀的磚塊要用電解機節乾 用水平尺的磚水平尺 不會用水平尺的磚水平尺 因此,水平尺的磚水平尺 可以用水平尺墨水平尺 在深夜的水平尺 水平尺的水平尺 就要用水平尺 水平尺 水平尺 當整個工程完成了一半 等英泥沙漿隔日干后 就可以小心把木尖拿走 然后拆走木帽 和把砖墙表面多余的英泥沙漿清理好 清理好就可以继续砌上面的图案砖 砌每一层砖之间 要对平下层砖 放座砖要有瓶水 规逢位要饱满 一个砖一个砖排列 完成砖砖的步骤 就可以整理砖缝和清洁表面 这就大功告成了 这次砖砖砖的精扇技术在于 名偶砖墙不需要批档都可以见得人 因为砖块的品质优良 砖缝做到可以大小一致 拱门的结构可以承受重量和有效抵抗压力 而它的力学设计是不需要任何支撑 另外从位于上半部分的图案和分析 也可以提出师傅在切割专快技术方面的心机和美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